成为专业的魔术师 你只要学会这一招魔术 随便选一张扑克牌 接下来呢 请你记住它的样子 记住之后呢 我把它放进整叠扑克牌里面 仔细看 接下来把这个扑克牌拿手上 像这样随便的去打乱它 将刚刚记住的这张牌呢 洗乱在整叠扑克牌里面 接下来呢 我将会有一种方式 把整个扑克牌一半正面朝上 一半背面朝上 仔细看了 把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的牌呢 一张一张交叉的洗进去 洗完之后呢 所有的牌呢 有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 将交叉插进去 不仅是这样 我接下来再把整个扑克牌呢 拿手上再把它切一下 切完之后呢 我会发现呢 所有的牌呢 有正面朝上 有背面朝上的牌 就像这样 我随便的拿起一叠 可以看到有正面 可以看到有背面 非常非常乱 每张牌都有在这边 接下来呢 仔细看 魔术就发生在这一瞬间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会发现 在我打完响者之后 所有的扑克牌呢 就完全的还原了 但是唯独只有一张牌 背面朝上 没有被还原 那接下来 仔细看了 是不是刚刚记住的这张 无黑桃 接下来就进入教学时刻 首先让观众随便 在整叠扑克牌里面 选出一张 这是随便选出来的 我们首先用到 第一个手法 将观众的扑克牌 放在整个牌上 我们用小拇指 在这边做一个体柱 这时候做了一个间隔 我们在这个间隔上面 将牌呢 分在桌面上 此时我们的手掌 底下 那么这一张观众选中的牌呢 自然而然被我们 放到了第一张 好 这是观众选中的牌 接下来呢 我们把整叠扑克牌 分成两半 一半正一半反 仔细看 我们在所有的扑克牌 洗下去的时候呢 注意 当洗到左手这一叠 我们将留一张 留在最顶上 将其余我们右手部分 所有的牌呢 都洗下去 此时 右手部分 背面朝上的牌 和这一张牌呢 有个间隔 放在这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往前慢慢推进去的时候呢 推到大概 四分之一的地方 仔细看 这边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将顶上这一张牌 往前轻轻一推 好 这时候呢 顶上这一张牌 就单独的过来 然后我们将剩余其他的牌呢 从这边中间的这个缝隙 往前拉出来 放在桌面上 好 其余牌盖上去 此时整个扑克牌的顺序 就是这样 观众选中的这张牌 背面朝上 其余的牌呢 看似交叉洗进去 其实是这样 间隔 放在一块 这时候呢 我们将整叠扑克牌 拿起来 拿起来 我们只要拿到 这张牌 背和背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拿到背和背的地方 这之后 把背对背的地方 全部拿起来 此时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 将整叠扑克牌 全部反转过来 那观众的这张牌 自然让人被翻了过 再合到整叠扑克牌上面 就可以完成这个魔术 好了 我相信你们一定学会了这个魔术 喜欢看更多精彩魔术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